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很多人就在探讨说 到底川普当选会涨 还是贺锦丽小姐当选会涨 其实我觉得台湾股市 就说有三套剧本 我看完那三套剧本 我的想法就是不等于废话 为什么说等于废话 他说川普如果当选 先跌而后涨 如果贺锦丽当选就是涨 再过来如果川普落选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 川普落选 如果他不接受去闹 那就是会跌 不是所有话你都在讲 那就不是很像在讲 如果怎样怎样怎样就会涨 如果怎样怎样就会跌 我就说还有持平的 我就不是这样子分析 我个人觉得 现在很多人都说 台湾股市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操作的难度非常的高 我觉得的确操作难度是非常的高 但他不完全他是来自于美国总统的问题 我在这个节目一直该跟大家讲说 其实美国总统的当选 我们曾经历经过川普在八年前当美国总统 他的一个变化的确是一个变化球 但是这个变化球 他不会因为当选 或是不当选而去改变 所以川普当美国总统 基本上而言就是四年的变化 这四年的变化完全靠我们什么 靠我们台湾的产业 迂回曲折 刚柔并进 去做什么 去做变化 你没有办法说 川普当选就是会涨 川普不当选就是 应该说川普会当选 就是会跌 没这回事的 因为你的说法 跟美国的分析师的说法 刚好相反 美国是认为川普当选 美股会长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觉得探讨这样三套的剧本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可是我们可以想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你自己去回想看看 在这边里面 你如果很照进 你说美国总统怎么样 你如果很照进 你有没有发觉到 你买很多股票 但是只要碰到第三季财报不如预期 或是营收不如预期 他可能就送你一根黑棒 可是这个营收 或是这个财报不如预期 他送你一根黑棒的时候 因为你看到的时候 你心惊胆跳 对不对 你就去做杀地动作 隔一天他又谈回来了 我随便做个举例好了 我们来看3443的创意 我们也很久没有谈这档个股 他在公布 礼拜五公布财报的时候 当天说我第四季的营收展望性 不如预期 对不对 当天开跌停 开跌停 然后啪...就拉上来了 拉上来之后你再来看 他在公布财报的前一天是1235 今天收多少 1235 今天收盘价1235 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是等到大家在财报公布的时候 假设有利空 你来买股票 还是你去赌 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心急 很喜欢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开赌盘 美国里面来讲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 赌盘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甚至你可以下几百万的美金 在这一次里面的川普交易来讲的话 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说 现在里面 因为大家都在想 川普的政策上面 他开始很多的一个所谓的所得税 譬如说企业税 个人综合所得税 富人税 全部都减低 可是你的基础建设上面 还是做很高 所以你可能会 美国的债券上面要硬很多 美国的财政赤字上面会很高 所以川普交易上面来讲的话 就做多美元 放空的债券 这一定对吗 这也不一定对 为什么会不一定对 因为我有去查过 上一次的一个川普 他在当美国总统 他的财政赤字上面而言 没有比拜登来得更高 拜登更高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为什么拜登会更高的一个原因 就是拜登基本上 也民主党 他在这一次里面 不管从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的武器 或是支持我们台湾的一些的武器 或是支持乌克兰的一些的武器 所以他的财政赤字上面而言 他没有比川普来得更低 所以当整个一个拜登 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也是把什么 也是把美国的 举在上限去做调高 如果不信的话 大家自己去查 所以现在大家都 四四而非的言论很多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讲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贺锦丽小姐 她比较会去延续拜登的政策 但是延续拜登的政策 他给世界上面来讲的话 会有个不安定性 这个不安定性是什么 就是战争 譬如说乌克兰的战争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对不对 再过来你以色列的战争 你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你鸿海的事件 一直都不断的干扰 因为你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的一个拜登 他支持这些的国家 譬如说乌克兰这些国家 但是他只提供武器 他并没有在军事上面的援助 请问你 如果你不军事上面的援助 你乌克兰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你乌克兰的问题不能解决 你通货膨胀怎么去做解决 川普他也同样犯了一个毛病 他是关税人 他提高了关税 可是他没有想过 美国制造的成本是很高很高的 在这种过程中 他很高的过程中 你要如何降低你的通膨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短期中是不能够去做解决 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股票都是什么 利用第三季财报 利空的时候去见底 如果你在第三季财报 利空的时候 你去买股票 会相对应的 你去赌财报的一个部分 会来得更安全 你自己去看 创意有好吗 创意其实因为他在右下角 为什么跟他讲说你右下角的个股 是他们相对性的安全 第四季比第三季还衰退 今年来讲比去年里面的获利衰退 今年会比去年的获利衰退 第四季会比第三季衰退 第三季已经比第二季衰退 你看他的股价 你如果去砍 我已经跟他讲 这是礼拜四 一 二 三 五 礼拜五 礼拜五 三 四 三的创意 礼拜五隔一天 到今天 没来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去想的是 你是不是要在这边里面来讲话 赌盘放那么大 还是你宁愿等到他 比较安全的时候 或是有地空的时候 好股碰到倒霉事情来买 就像我在上个礼拜 我说过了 大家在之前里面都很怕 一下子怕这个选举 一下子怕什么财报上面的问题 我就跟大家讲说 当时候在礼拜五我就说过 大家在看Meta的财报 或是在看Microsoft的财报 第四季 不如美国当地分析师的预期 但是如果拿到台湾来看 他们都有中个位数字的成长 甚至双位数字的成长 这在台湾不会是利空 他只是没有战胜美国的一个预期 那更何况这两家公司 非常重要的公司 亚马逊 Microsoft跟Meta 都调高2025年的AI资本支出 这对台湾而言 他就是一个大利多 所以我们可以只能够说 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川普或是贺锦丽 他共同的两个 在科技产业的政策上面 是一致性的 就是基础建设 这就网通基础建设 另外一个就是AI 他说可是中国大陆会这样打 我告诉你 已经中国大陆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早就不能卖了 H20 中国大陆也不想卖 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性 只是说他到底要怎么去打 这个关税人 为什么说这个关税人 美国进口商品非中国大陆 都要磕10%的关税 假设是一致性的磕 我就问大家 我们台湾里面来讲的话 在这种过程之中 算不算 譬如说我们接美国的订单 在台湾生产 算不算 是在整个一个进口产品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接单 在中国大陆生产 再运回台湾 再到美国 这算什么 这算不算中国大陆制造 所以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的定义 所以只要是川普当美国总统 这个定义上面来讲的话 就有四年的时间 要去做厘清 但是台湾的一个企业上面 你看 已经这几年之中 从中国大陆的移出来 移出来 移出来的非常多 泰国的设厂 台湾的设厂 当然印度的设厂 很不尽如人意 虽然美国都希望我们去印度设厂 但是没有尽如人意 因为他们是总性质 总性质就是所谓的 一出生 你就是贵族 你就是贱民 如果你要贱民去管贵族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很难管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在这种过程中 我只能够说 第一个 我不认为川普 或是贺锦丽小姐的当选 真的有三套剧本可以演 没这回事 因为最近的贺锦丽也开始改变 他也开始要降税 对不对 中产阶级要降税 而且他是从极左往右去做偏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我们就回归回来 我们说任何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 你一次里面来讲去做厘清 你要么你就回归到基本面 你要么就回归到技术面 因何而买 因何而战 搞清楚就好了 譬如说你如果是回归到技术面 那你做短的人 你就是静待什么 KD指标交叉向上 现在有止跌 那会不会交叉向上 那就是要去做观察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我在之前就讲过 说因为上个礼拜我就讲 因为你日KD 你要进入到低档区了 如果你是现股持有的人 而且不是整个一个 所谓的持股满档 你就静待他反弹 因为我刚刚讲的 利空的个股也没有持续 只要你是在右下角 也没有持续的下跌 那你又何必自己下自己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23191已经跌破了 所以短线上面 寻求中线的支持 我说就是季线 那现在里面季线是有手的 那外资不可以 时空单持续的增加 目前看起来 它是 它是时空单持续的一个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压川普 川普会赢 可是你来看在最近 大家也不敢压了 新台币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由什么 由升值的幅度里面 开始缩小 为什么 因为川普的交易 在之前都是压住美元 放空了债券 可是问题是 你川普上来 如果马上降息 如果你11月就降息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就很难去做定调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之中 只要是美国总统大选 可是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四年就是看 他如何产业的移动 我们就是见招拆招 再过来就11月15号 就第三季财报公布之前 你要谨慎的因应 留意利多上涨或是利空不跌 右下角的个股 然后就跟你讲 就算是利空 右下角的个股 也没有呈现了大跌 可是如果是利空 右上角的个股 一定送一根 一根长黑棒给你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台北股市 轮动很快 短线过度的盛行 我就没有稳定度 真的没有稳定度 你要留意 未来真正的续航力的主流 到底是哪里 目前我刚刚就跟大家讲 因为川普的选举就在这里 所以台北股市的科技个股 都压什么 都压AI 都压什么 都压所谓的一个 网通光通讯的部分 因为这两个是那两个总统并成的 可是如果是川普当选总统 非电的族群的重要性 也会拉高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你自己去做留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 去寻求突破点 在最近的美国股市 是非常的矛盾 债券是如此 它的经济数字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时间内 如何寻找财务上面来讲 选择个股上面的突破点 用行动来争取财户 那你跟上蜀方 未来的全新的投资组合就知道了 趁着这个时间点 如果有疑问的投资朋友 你就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跟上蜀方在下一个阶段 全新的投资组合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不讳言 在美国的科技公司里面的大老板 除了Mask以外 大部分都是支持贺锦丽的 因为基本上而言 里面有一些人道的主义 它的一个存在 可是如果站在 所谓的战争的一个立场上面 快速性的解决 可能川普他是蛮残酷的 但是他比较能够去做解决 对全世界的物价 他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他不相信绿能 就是绿电 他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全球的一个能源的开产 尤其美国 页岩油就可以大量的开产 油价会下降 核心物价就会下降 所以市场上面 现在所有的分析都不一定对 就认为川普上来一定会膨膨 一定会财政赤字很高 其实都是不一定 倒还是要看变化球 你来看在这种过程中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这都是一个变化球 请问在过去里面来讲话 10月份是不是拜登当总统 没错吧 拜登的非农就业人口 就是扣除掉农业 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1.2万 你知道原来预估是多少吗 11.3万 因为它是大部分都含有什么 非农 是服务业的增加 那就代表什么 连科技业都有一点下来 连科技业都有一点下来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就认为说 你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什么 你有可能11月份费的 还是有机会降息一马 因为你的非农业人口很低 另外一部分来讲 你ISM制造业采购金人指数 从9月份的47.2 第7个月了 然后降之什么 46.5 又低于美国分析师的预期 所以你不觉得很怪吗 美国在最近里面 很多的经济数字上面 它是非常偏薄的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美元如何强势 然后在这种过程中 假设它要去做降息 债券如何落势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因为赌盘 大家都在赌 所以所有的经济数字而言 我刚才就给你看了 这都是矛盾 美国的就业数字上面来讲的话 你看它这个标题上面 台湾的标题就有问题 非农业就业数字公布之后 美元获得支撑 是吗 今天马上告诉你美元是贬值 台币是升值的 你来看这个电脑 就非常的明显 现在一直在拉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大家都只是在赌盘 你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我就跟大家讲 我之前是没有跟大家讲 一家公司叫麦威尔 麦威尔它已经从400G到800G 那就是一个传输速度 倍速性的一个成长 过来它就是在CPU 就是细光子的技术上面 蛮领先的 过去其实真的没有赚什么钱 我举例它的第三季的季报 只有赚0.3美元 0.3 可是你看在最近科技产业里面 我给大家看 费半的指数上面而言 它是非常的一个弱势的 费半 麦威尔创新高 看到没有 它在上个礼拜五盘中涨8% 收盘涨5% 是创了一个高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就要去了解 麦威尔它的 台湾最大的一个厂商上面而言 是华星光 可是麦威尔因为过去里面 它并没有赚太多的钱 如果未来越来越好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注意 不过华星光现在正在发行CB CB的部分 你不要过度的追高 你只能够封低去做承接 还有一个部分来讲话 就是来自于整个 一个所谓的自主性光纖 这个部分我在之前就讲 这个我有获利了解 从60几块钱一路做上 因为它是第三季财报好 我就跟大家讲 你联雅你的第三季的财报 只有0.09 它还是撑在这里 你们讲它本益比很高 我告诉你它大概是本益比最高的 联雅大概是最高的 但是它还是承载着 还是300多块钱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继COWERS之后 最重要的 它就是来自于细光纸 一直整合先进封装 COWERS的部分可能在明年 就会到达最高峰 然后再过来明年底到2026年 开始成长性的 就是细光纸的部分 至于面板级扇形封装 它会更比较慢了一点点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整个CPU里面 我说这个是转机型 联雅是转机 华星光是跟麦威2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在整个一个所谓的上权 是跟台积电去做一些的合作 至于AI伺服器我就讲 别人的失败 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成功 如果在这个过程 我果然就猜对 不是猜对 分析正确 我说现在里面 Super Michael 美超维 他一直有财报上面的问题 黄仁勋董事长 如果还不去做动作 他真的会被骂死 所以他就开始要整顿了 他现在就在想 他未来里面来讲 Super Michael的订单要往下降 别人里面来讲的话 就有很多人会去抢这个订单 不管是鸿海 不管是广达 不管是技嘉 都有可能会去抢 但是我就说过 这就是台湾的机会 因为你的Super Michael 你的订单一定会被降 所以台湾最近里面 Super Michael的供应链 就比较低 就是股价的表现就比较差 你看2317的鸿海 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从180几块钱 我说短线上面去留意 我说200到210 又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时候 如果以目前而言 以明年的展望性 本益比比较低的 会是鸿海 另外2382的一个广达 你看他又回来到这边 相对性的高 为什么 因为他明年里面大概17块 正负1块钱 鸿海大概是15块 正负1块钱 这是你自己去做留意 台积电我会讲 就1000 你看 如果不是好股碰到倒霉事情 哪来的1000块钱以下让你买 当然整个一个川普当选 大家就在担心 台积电会不会受到影响性 我说如果会受影响 因为台积电在美国 已经有设5奈米以下的厂 可以做到5奈米 如果说是美国磕 进口产品的关税 台积电没这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 他们真的 川普要磕台积电的税 因为现在90%的先进封装 掌握在台积电的手上 先进制程的部分 50%到60%掌握在台积电手上 我就跟大家讲 台积电就转嫁 转嫁给辉达 转嫁给AMD他们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不用过度的担心 明年里面来讲话还有什么 明年里面大概还有游戏机 游戏机里面来讲话 也是一个重要的重点 至于在汽车的部分 因为汽车基本上而言 第三季的财报就讲 它会有一些的汇损 所以汽车的相关的概念个股 很难选 我要先跟大家讲 很难选 为什么 你又怕关税 你又要在这边里面 它会去做成长 所以你汽车相关的概念个股 我会比较建议观众朋友 你等到第三季财报公布 第三季财报公布的时候 你去利用这样的利空去买 然后买什么 买第四季成长的个股 第四季成长的个股 上面的汽车概念个股 我就跟大家讲过 像湖联这一类型的 它就是 甚至在今天里面 我们也看到鞋类的个股 它是非常强的 为什么 因为川普 他是本身比较重视传统产业 因为科技产业大部分都什么 除了Musk以外 大部分都支持贺锦丽 这是没有办法 像比尔盖茨 他们都是支持贺锦丽 那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不用去把美国的总统的选举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谓的时间转折点 我就不需要 美国总统的选举完之后 假设是川普 我们就是见招拆招 我非常相信台湾的科技产业 很柔软 身段非常的柔软 一定会去变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觉得台北股市就是区分 11月15号之前 跟11月15号之后 11月15号之后 我们就是要布局什么 2025年成长性最强的个股 有梦会最美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中 虽然有公布第三季财报 利空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利空之中布局 也是一种很甜美的方式 你看在最近面就验证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等待第三季财报 利空之中布局 选择2025年大成长的个股 我就对观众朋友而言 至少你可以省去这几天 坎特不安的心 要跟上鼠方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 去做一些的联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